大家好,我是三阿華的執行長,我是領袖 跟大家分享的是大人創業學 那我的副標題是,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能 我其實都在做品牌行銷 那我自己其實大部分都是在公司裡面做創業的行為 就是說創建一個新的品牌 譬如說剛剛主持人提到的我的美麗日記 好,因為這樣子的,在內部創業的經驗之後 最後我就是在,剛剛提到我40幾歲的時候 我非常勇敢的想說 我現在再不去做創業,不做我自己的品牌 我可能到了50歲我就更不敢了 所以之後我就是,就是勇敢去追逐我的品牌夢 人生其實就像創業,那有限度你一旦選擇了之後 其實是回頭不了的 那你在做這個絕境之前 是不是有些東西是可以讓你去想一想的 第一個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只是埋頭不敢 要先知己知己才能百戰百勝 因為今天有想要創業想法 這個一定會想說,哇,出身自主不畏無 一定會想說,我這個也想做,我那個也想做 每樣東西我都想做 我覺得每樣東西都有機會 沒錯,但是如果你的方向是錯的時候 其實你會失背勾半 而不是失敗勾半 你應該是先去看看這個 你想要創業的那個環境 跟你自己是什麼樣的狀態 所以我才會說 要先知己知己 而且另外一個就是,找出贏家的對焊痛 那這既有市場相信 脫下來的那些就叫做贏家 所謂的痛是什麼? 他一定有東西是做不好的地方 所以表示我還有市場的機會 那就是市場和你想的不一樣 因為大數據就是推翻你腦袋想的 數字是不會騙人 腦袋其實是會騙人的 可是當你做完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啊,市場跟你想的不一樣 那除了解你的競爭者跟廠商之外 其實也要關心你的顧客 譬如說我會follow牛新聞 為什麼? 因為我是賣保養品 我是賣面文 那我的客人在哪裡? 其實就在牛新聞裡 第二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不可以就是 不想 不可以想要成為萬人 要問你是誰跟你要賣點心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不可能滿足所有的需求 你只能打動某一群人 那你自己就要想清楚 因為你必須衡量 我今天有什麼樣的能力 我有什麼樣的資源 因為資源很有限 夢想很偉大 那我到底要跟誰說話? 我在創業的時候 不管我是做品牌 還是在創業 你要先講我最核心的客人跟商品 會是什麼? 最想要推的東西是什麼? 記住 競爭門檻月底 絲殺最激烈 所以咖啡廳有沒有? 平民開 紅茶店平民開 火鍋店平民開 但是 永遠都會還是會有贏家 就是他找對他的方法 跟對的人說話 尤其創業的人 他會覺得 哇 我現在就是要展現我自己實力的時候 什麼東西都能做 但是不要忘了 你一個人 絕對不能成就所有的事情 為什麼? 你開一個咖啡廳好了 咖啡廳不是你開了就會有生意喔 沒有喔 不要忘了你要有資金 錢哪裡來? 媽媽來嗎? 那商品 不是只有今天做了一個咖啡有用 後面持續的商品在哪裡? 剛才講了 沒有人是萬萬不能 再來 現在在這個時代裡面 東西在跑 沒有行銷 都沒有用 那最後我要講 這個是一定要講一定要講的這個 就是 怎麼樣嫁給有錢人 我要跟大家分享 這是我以前的一個同事 他的人生目標就是嫁給有錢人 但是他並不是出生豪門的富二代的前進 那他怎麼嫁給有錢人 第一個就是 不要只是埋頭圖蓋 所以他會去找有錢人出沒的地方 他真的很認真 為什麼會知道呢? 因為他揪我一起去 學習怎麼當有錢人 有錢人在乎的是什麼? 譬如說你吃飯是不是有規矩啊? 你吃飯要怎麼用刀叉嗎? 你怎麼要上得了台面嗎? 這是一個 所以不要只是埋頭骨幹 第二個 不要想成為萬人民 你要知道你是誰跟米要賣給誰 所以他鎖定的是什麼? 鎖定富二代 然後 因為我們是在通路 通路商是會面對很多品牌商 品牌商是不是有很多的富二代來找我們開會 哇 他就很急急了 因為他要做成什麼? 他要成為富二代工作上的賢內助 第三個 不要證明只有你自己好了 打群架勝率高 我剛才說 為什麼會知道他創業的故事? 因為我是他查群架的一員 那時候還沒有結婚 所以他就接我一起去參加 有錢人會出摸的地方 然後呢 資訊交流很重要 因為我剛才說的 一個人不是萬人 你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可以掌握資訊 你就成功會離開 我好像在向大家說 創業好像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好像要考慮了很多 但是有時候就是有開始就有希望 就像我 有人會說我四十幾歲了才來創業 好像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我不去做 我只會知道我會不會成功 因為不開始就是離 但至少開始了 你就會找到方法去做解決跟面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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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